兵法有言,攻心未上,攻城为下,两军对垒,攻城只是下策,真正的上策是攻心,在心理层面战胜别人,让别人感觉到恐惧,如此,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,人与人之间争锋相对,也是如此,你想战胜他,他也想打败你,双方需要拼什么呢? 莽夫只会动手动脚,而成熟的人都以心理策略为主,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动手动脚,在这个年代,愈发变得毫无意义呢,首先,这是一个讲规矩的年代,其次,动手动脚无法解决问题,只会赔上自己,你看那些老板,精英,有哪一个是通过动手动脚来驾驭人心的,一个都没有,他们所采取的,都是攻心未上,要想征服一个人,不需要动手动脚,以下几种心术才是关键, 读国学经典,无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要有一定的神秘感,这里有一条小路,你白天的时候赶走,等到了晚上,这条小路连灯光都没有,你就不敢走了,内心产生了对于这条小路的畏惧感,都是这条路,为什么你早上的时候赶走,晚上的时候不赶走,原因在于,在白天,你能看清前方的路况,而在晚上,你啥都看不清,对于不了解的事物,人类都有顾忌,同样的道理, A是老实人,总是跟别人掏心掏肺,所以,A不被人尊重,而B守口如瓶,永远都谨小慎微,别人却对他尊重有加,A缺乏神秘感,被人看透了,就好比白天的时候走路,人们心无顾忌,必带给别人的神秘感特别强烈,别人看不透,就好比晚上的时候走路, 人们心存顾忌,有心理研究者认为,人类总是敬畏自己不了解的事物,例如,永远都敬畏头顶的星空,要想征服别人,第一时间,需要有一定的神秘感,别人摸不清你的底细,那你将占据优势地位,先给一个巴掌,再给一个填枣,有一个管理学理论,名为胡萝卜加大棒理论,如何理解呢? 你养了一头驴,可这头驴不听你的话,那你为了驯服它,就揍了这头驴一顿,等这头驴心生怨气的时候,再给它一根胡萝卜,这头驴就对你无条件顺从了,老板驾驭员工也是如此,老板今天批评了你,说你工作不努力,总是摸鱼,这个时候,你对于公司和老板,就会产生一定的怨气,可老板很聪明,过了一天,就叫你进他的办公室,跟你说,小王啊,我昨天批评你,也没有什么意思, 我一直认为,你为人机灵,也很聪明,不愿看到你沉沦,就说了你几句,你也知道,我一直是对你很放心的,就这番话,你对于老板的态度,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,从怨恨老板,到听老板的话,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自己,而努力加班, 这就是所谓的先给一个巴掌,再给一个甜枣,先一厚羊,将人性心里拿捏得死死的,不怒自威,心里压制,在《红楼梦》中,有这样一个细节,话说,林黛玉进了贾府,正跟贾母谈论着自己体弱多病,且经常吃药的事,还未等林黛玉说完,后院就传来了一个声音,我来迟了,不曾迎接远客,说这话的,就是王熙凤。 他就跟戏场当中即将上场的主角一样,先生夺人,一下子就把在场的各位震慑住了,这就是所谓的未闻其人,先闻其声,在我们的心中,王熙凤有着什么样的人物形象,首先,端庄大气,其次,自有威严,不容侵犯,第三,泼辣心狠,不弱于人,这就是所谓的不怒自威,别人根本没有生气,仅仅凭借一句话,或者一种气场,就让别人产生了敬畏之心, 要想拥有这种不怒自威的气场,需要当事人在江湖中磨练一番,缺乏江湖经验的人,气场都比较弱小,侧面敲打,避免冲突,在三国演义中,有这样一个情节,曹操上了年纪,就总是感觉有人要谋害他,如果总是提心吊胆做人,怕是连睡觉都不安稳,这个时候,曹操想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,一天中午,曹操在睡午觉,是从经过,发现曹操的被子没盖好,就过去,帮曹操盖被子,突然间, 曹操拔剑而起,一剑刺死了侍从,外边的侍卫都惊呆了,但谁也不敢询问,发生了什么事,曹操装成无事发生的样子,又继续回去睡觉了,等他睡醒,才痛哭流涕,询问身边人,是谁杀了自己的侍从,身边人都说,这是曹丞相您杀的,曹操趁机就说,孤好梦中杀人,这人跟从我多年,后葬了吧,从此之后,曹操才睡得安稳,这就是所谓的侧面敲打, 杀机警侯,对付一个人,或者一个圈子,不需要与之发生正面冲突,稍微敲打一番,聪明人自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,后黑之道,变幻无穷,所谓后黑之道,强调的就是脸后心黑, 脸皮不厚,很难在江湖上行走,心不够狠,也容易被人算计,举个例子,岳王勾剑和吴王夫差,为何前者国破家王,还能复国,而后者失败一次,却死无葬身之地呢,很直接的原因,就是勾剑脸皮够厚,不怕屈辱,同时他也够狠,在复国之后,直接斩草除根,不给敌人丝毫东山再起的希望,相反,吴王夫差,浩大喜功,富人之人,所以,最后才导致了一个生死, 国灭的下场,两者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,不管何时,都是脸后心黑的人,更容易笑到最后,隐若流水,动若惊雷,只懂进攻,或者只会防守,无论哪一项偏科,都成不了帅才,真正的帅才,懂得隐忍,善于韬光养晦,一旦时机来临,必定牢牢抓住,一鸣惊人,当他在优势的情况下,擅长掌控局势,把防守模式,立刻转变为进攻模式,从最坚硬的盾,变换成最锋利的锚, 以此,来占据先机,历史上,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只有司马懿,面对来势汹汹的蜀军和军队内部的压力,他丝毫不为所动,选择坚守不出,在面对软弱的曹爽时,主动发动政变,夺取大权,他熬死了诸葛亮,熬死了曹操,韬光养晦几十年,才展露锋芒, 为司马仕统一三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一个人善功,说明他勇猛,有胆量,一个人能守,说明他沉稳,有谋略,如此有勇有谋的人, 未来必定成就辉煌,无可限量,绝对的强者,谋定后动,后发制人,很多人在对局中喜欢先发制人,虽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, 但很容易遭到反击,如果你力量不够,或者方法不对,先发制人,就是露出破绽,况且在博弈过程中,要想抢占先机并不容易,真正的高手,往往会采取敌不动,我不动,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与人对局, 他们擅长谋定而后动,后发制人,在看透别人的弱点之后,再进行进攻,方可事半功倍,记得邹涛奋说过,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义的障碍物,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,更不能用金钱来收买的,虽然钱,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,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, 可这并不是征服女人的重要因素,光靠财富去征服女人,恐怕只会落得一个人才两空的下场,正如三毛所说,付出金钱,买来的东西不会等值, 纵使你用金钱得到了女人的爱,这份爱也不会是你幸福的来源,感情面前,钱不该排在低位,征服一个女人, 最重要的不是财富,而是套路,比起金钱带给女人的物质冲击,套路带来的心灵冲击, 才更能激发出女人内心深处的柔情,掌握这些套路,你才更容易征服一个女人, 钱虽然能使鬼推磨,却不能买来你想要的爱情和幸福,在感情的世界里,财富从来不是最重要的, 虽然生活离不开钱,感情也需要用钱来维系,但钱不是征服一个女人的关键, 真正能够帮助你征服女人的是套路,金钱成可贵,爱情价更高,感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, 那些试图用财富换取女人心的男人,最终都难能如愿,事实证明, 征服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钱,而是套路,掌握一些好的套路, 带着真心与深情去套路女人,成功的几率才会更高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